好那我请教义夫你怎么解读 最近两三天一共有三份民调 美丽岛电子报有一份 那台湾民意基金会游英荣有一份 然后昨天的这个阿扁相关的新国策的这个智库也有一份 可是三份有一个同样的趋势 就是国民党的民调在跌 然后呢国民党热门人选 不管是郭台铭跟侯友宜都在跌 然后跌的过程当中呢 事实上他有分裂 包含了刚刚讲年轻选票的流失流的最快 那你怎么观察国民党现在内部的内斗 以及他事实上 他推出来的总统参选人 跟立委最后定案的参选人 确实会直接冲击整个选票的攻防跟结构 没有现阶段很清楚一件事 内斗当然一定会让国民党受伤 民调一定会下来 因为人民也不是笨蛋 资讯的收集或是资讯的获得是很快的 你看到郭台铭跟侯友宜的问题 当然你郭台铭现在做的动作越做越大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党内跟他站在一起 或是讲话的人 其实并不多 最近又传出来 他又要找王金平一起去公庙参拜 那你看来看去 郭就是就好像怎么找都是一个人 怎么找都一个人 然后旁边你又说卢嘉诚在那边讲话 那卢嘉诚对不起啊 2019年被开除党籍 他就不是国民党了 他也有一点像游书惠所说的第三者 就不是国民党了嘛 然后当然你在这里面 你郭台铭动作越大越大越大的时候 当然你支持侯友宜的 会相对所谓你郭台铭的作用力越大 那挺侯的反郭的反作用力就会拉抬嘛 那你一直拉的过程当中就变成 两边在那边斗来斗去 然后再来一个大局条款 然后年轻人受限 那你整个下去 当然对国民党在支持度上面会下滑 你国民党支持度下滑 你说郭跟侯两个人支持度还会上升 那就很奇怪了 那就很奇怪了 所以下滑是一个蛮明确的趋势 当然现在大家在提名办法里面 其实某种程度上都叫做放话 放话阶段 不管你说曾召什么张善政模式等等 那个都是放话 因为那个放话根本就不符合逻辑 跟逻辑根本就不对嘛 那就是说朱立伦不会帮郭台铭开后门 然后又来一个张善政模式 张善政是无党加入国民党 然后被曾召去选桃园 郭台铭是退党 依规定你要满四年才能回党 在四个月才能选 那张善政模式怎么会套用那郭台铭呢 你又不开后门 然后你不开后门 那就照规定满四年回去 那怎么会是张善政模式呢 没有压根就没有这样的模式 唯一一个模式就是说 你要让郭台铭选 你就只能开后门让他回来了嘛 没什么好谈的嘛 当然郭台铭想不想选 如果郭台铭已经放弃的话 他不用讲鸡蛋的事 他不用去传达要去台南 帮林明珍站台的事 南投 南投嘛 林明珍站台的事嘛 如果你没有想选 你不会去谈这些事情嘛 因为蛋的问题是民生问题 那林明珍是党内在反弹嘛 我总要去补过一下 帮国民党一点忙嘛 所以郭台铭还是在做他的动作 甚至于传出来又要跟王金明 去公庙拜庙的等等的问题 你这样持续再走下去 一定会刺激支持侯友宜的人再起来 那你再循环下去 他说什么恶欲螺旋 什么螺旋 这两个人就变成双方正义 在国民党内恶欲螺旋的循环 而且这就复制 这一个三年前的剧本了嘛 然后三年前只是说 中天的系统挺的是韩国瑜嘛 现在中天的系统挺的是侯友宜嘛 但是中天的系统是这一波打 郭台铭打的最用力的 这一个蓝宁相关的平台系统嘛 2019年郭台铭出来不是也打得很凶嘛 两个曾经台湾首富的恩怨 那个到今天还一直延续到今天嘛 当然他说他年轻气盛 大家觉得你有道歉嘛 但是你不要忘记 他讲年轻气盛 后面还有一句话 没有道歉不道歉的问题哦 那一直就说 这跟道歉不道歉没有关系哦 那年轻气盛做错事也该道歉吧 不管你年轻 而且年轻气盛是三年多前的事 四年前的事 不是你三十年前的事 所以党内第一个 党内对四年前的事 还不满嘛 第二个 你民调有最强吗 现在看来也不是嘛 也不是最强嘛 第三个 党内跟当初 有一群人在帮你运作 给你党任等等的一些问题 现在没有人嘛 没有人在帮你运作嘛 所以看来郭台铭要回国民党的事情 大概几率是越来越小 当然 王剑民有帮他讲话啦 当然王剑民也讲了一句话 最强的人不一定 未来不一定最强嘛 这个话逻辑上都没有问题 这句话也适用所有选举 这句话也适用三年前韩国瑜 韩国瑜也适用啊 前两天周围航才讲嘛 三年前的韩国瑜民调最低哦 最低点是48% 然后最高的时候是50多% 三年前的那个timing 感觉全台投票的话 韩总统就会诞生哦 对 那韩国瑜当时的民调是强嘛 但是选举是一个动态的状态 一直到投票前嘛 这就不是说你选举前的那个 一个阶段的静态 可以代表未来的动态 选举像股票前几天 那个某个航空天天拉 今天就开始崩 我跟你讲 选举这个跟股票一样 收盘价才知道真章 选举有候选人的特质问题 你一旦进入选举提名券定 那个候选人的特质是会被凸显的 还有你选举过程中的事件 还有你选举过程中对各项议题的回应 他是一个综合体 他是一个动态 并不是你选前的那一份民调 可以推估到后面的 所以王金敏讲这句话 不管适用在郭台铭 适用在侯友宜 我觉得都适用 都适用